韓國觀光公社台北直社18號下午在花蓮市 迴蘭波青年旅社舉辦了旅遊獎座 透過影片簡報 以及專門介紹韓國各個城市的觀光景點 其中包括了和花蓮市蒂蒙姐妹市41週年的魏山廣玉市 市長維嘉賢一邀出席 他也希望參與追悼獎座的每個人可以有很多收穫 也期盼在疫情趨緩之後 花蓮的朋友可以把台灣的美景分享給國際友人 6月19號是花蓮市與韓國魏山廣玉市 蒂蒙姐妹市41週年紀念日 在這重要的日子前夕 韓國觀光公社台北直社18號下午 特別在花蓮市回蘭波青年旅社舉辦了旅遊獎座 吸引不少喜歡韓國的民眾報名參加 我本身就很喜歡韓國 然後這一次看到那個韓國公社台北直社辦這個活動 我就一直都有關注 然後粉絲團裡面有關注 我是第一個報名的 主要的是它其實是韓國工業大城市之一 所以如果有機會去魏山的話 去那邊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都跟現代汽車有點關係 韓國觀光公社特別來花蓮辦了一場獎座 希望帶給東部的民眾一些豐富的韓國旅遊資訊 在惠中韓國觀光公社台北直社透過影片 簡報及專人介紹韓國各個城市的觀光景點 而花蓮市長薇嘉賢也應邀出席 除了感謝獎座特地辦在花蓮 還提供環保隨行杯替代及旅行包 要送給參加獎座的朋友 我們更希望未來我們國家開放 我們去國際旅遊的時候 大家可以選擇到魏山廣域市去看看走走 那看看我們姐妹市到底有什麼樣一個特色景點 那能夠讓大家能夠去有一些友好的一個情誼 那我們更希望更多的朋友除了能夠出國之外 也能夠把我們國內好的地方分享給國際的朋友 邀請更多國際朋友來台灣來花蓮走走看看 韓國在今年6月重啟觀光 台灣旅客從即日起可免費申請個人觀光簽證 林三美市長表示 希望透過這次的旅遊講座 讓花蓮的朋友了解 只要到指定的網頁預先申請 並到零櫃完成前診辦理後 即可入境韓國旅遊 而且無論是否完成接種新冠疫苗 都可以免隔離 但在登機前必須出示新冠肺炎的隱形報告 並在入境韓國的三天內進行PCR檢測 韓國衛山 韓國衛山 記者 許立芹 花蓮市報導